石本水库严寿重大工程阿姆平防御隧道 在今天举行了竣工典礼 未来可以大幅减少淤泥 而总统说可稳定北部地区的供水 而这项工程为台湾的水利建设 也写下重要的一页 另外这几天最强的春雨来袭 但是降雨都集中在中北部 南部却是没有解渴 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政府也会继续努力 希望度过旱灾难关 那未来后方的低洼的这些的旧河道 就有这个淤泥来去把它填满 总统参与文远眺什么水库 眼前的淤泥量未来都可以大幅减少 过去只要遇到台风 都要砸上亿元清淤 现在这个阿姆平防御隧道正式竣工之后 每秒有600立方公尺冲淤功能 可改善泥沙流入量 对于稳定北部地区的供水 带来重大的效益 那么这项建设 会影响国家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也将为台湾的水利建设 写下一个重要的一页 阿姆平防御隧道2017年开工 去年台风期间经过测试操作 通过安全评估 可发挥防洪及排沙功能 石门水库延寿回春 不用再担心台风好雨带来的淤泥 可以把这样的防御的隧道 把这个雨添出去的量 可以让我们的石门水库的寿命 确实可以延长很久 石门水库是北部地区重要水资源 设施之一近来最强春雨来袭 水库浸水量确实大幅增加 预计可稳定供水到六月底 但这波降雨大多集中在中北部 南部依旧甘着急 政府会继续来好好的做好 这个多找水多掉水 多节水这样的一个努力 让我们全民大家一起来努力 度过这个旱灾的这个情况 这次降雨对南部水情帮助有限 要冥想好转人得一等梅雨季到来 不过相关抗旱措施都要做好一应 记者下面是SU小组桃园报道